海淘法师红法讲座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见苦 山里子色不亦空 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信是一副事 色类子是竹发空香 不伤不灭不高不尽不曾无间 世故空中无色 无少相信时 无言而闭声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无一情 乃至无老四 亦无老四情 无苦击灭到 不知无达 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人在家里做 哪怕点一支箱都可以 一支箱可以点两个钟头 对不对 你可以念很多遗轨 但是不在意你说你烧很多 但是如果像这个地方 能够做这么大的功德 那当然太好了 但是至少我们的心 还是保持慈悲心 只是你在家里做的时候 那像各位愿意做这么小也可以 像我们都用礼箔包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个东西也不会坏 然后到时候把整个礼箔包 再拿到外面比较远的树下 然后慢慢烧 大概烧几个钟头就烧完了 有安全 当然如果什么时候是最好 这个整个烟都烧焦了 那个时候最热了 那个时候放一点饼干最香了 我只是教各位可以念三个钟头 从骆驼念到马 从马念到蚂蚁这样 因为你就一直羞慈悲心了 从老人念到中年 从中年念到小孩 不管他在读书 所以不管他在做什么 凡是在这个世界所有有情众生 都是我们关心的对象 但是各位你要跟他结缘 像我这个人 我除了对人 我天天都会尊敬天上的神 神的力量大不大 神是我们佛教的护法 你人的关系再好 还不如神的力量 神可以 但是你不要说他是神 我是拜佛的 神是护法 所以像我们一进来 我们护国寺 外面有没有一个土地公 土地公中国重要 还没有盖大店也要先盖土地公 你不要看不起土地公 土地公是这边总管 对不对 就像地方警察 他跟你是直接的关系 所以各位 你家里一定要拜低级组 你在公司上班 你那个公司 美国人是老板 他不懂得拜 你拜就好 你也不见得拿个箱子来拜 玩一下被开除 你就初一十五拿一瓶饮料 买一个面包放在你桌上 欢迎公司大厦里面的土地公 地基组 我供养里面的温阿宏 请问你会不会加薪水 会不会很顺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特别各位你去酒店住饭店 像我每天都要搬家搬来搬去 住人家的家住酒店 住别人的家都是很久没住过的 经典说七天没人住的地方 里面都有鬼的 因为众生没地方住 他会跑去那边住 他不会伤害你 他只是借住一下吧 如果有人来了 他就会离开 但是如果住久一点了 还执着 那你就要对他客气一点了 所以进去的时候敲个门 供养一点米水 一点点饼干 一点点饼干 你给他放着 你不用闹钟 他也会叫你起床 你也不会断电 也不会断水 晚上也好睡觉 如果你到很多地方 奇怪 晚上怎么蚊子那么多 还在叫你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学佛要我们尊重万事万物 奥啊奥 点灯的功德 你可以奥啊奥奥很久了 因为一盏灯的光明 这个光明念一下 山由鼎以下 山由鼎以下 山由鼎 无间地狱以上 无间地狱以上 皆得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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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雌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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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盏灯喔 整个世界这个光 都可以照得到 好了 所以愿以弥陀河为一 希望所有众生都变成 看到这个佛光 点一盏灯 就看到极乐世界 那往生极乐世界 外表是不是变阿弥陀佛啊 这个叫愿以弥陀河为一 所以他们呢 都得到了加持这样祈愿 那所以各位一定要用这样来修行 因为大乘佛教啊 就是希望我们保持一个 念一下 大悲心的热忱 大悲心的热忱 随时随时都有这个热忱 去利益众生 所以我想纽约这么多人啊 各位你礼拜六礼拜天放假 老公开车 老婆负责窗户打开 嗡啊嗡 嗡啊嗡 撒水 像我们都带了整桶的水 嗡啊嗡啊嗡 这早就做完功课了 念了很多遍大悲咒啊 什么咒啊 上师的甘露丸 通通放在里面 所有咒语都放在里面 到处去嗡啊嗡啊 然后呢 这边撒水 儿子撒米 嗡啊嗡啊嗡这样 你有钱撒坚果 有那些松鼠快乐嘛 对不对 那你跟每一寸土地都结缘 请问 这个庙绝山200亩的土地 供养了乃至很这么便宜 卖给我们洗成长老 洗成长老过去是有没有在这块土地结过缘啊 所以嘛 这是自然的 我们宏如法师 微信法师过去有没有在这个土地结过缘呢 所以他们管的 有没有跟我们结过缘呢 所以我们可以来享受 来种福田 好不好 请他们这边200亩 化成1008个福田 一人种一个福田 108乘以1万 好了 你就种福田嘛 那袈裟给你种 好不好啊 108好像不够 大定要多少钱 好不好 所以种福田好不好啊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 广种加沙福田 对不对 就像地藏王菩萨的心 加沙一洒出去 整个九花山都塌了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过去没有在这边种过福田 你来不了的 那各位了解如此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悲心 用水啊 用食物啊 用声音啊 都可以 就像我在台湾的车子啊 他们载我 我的车子上面有两个香乳 一开车就点烟共香 车子开到哪里就吹到哪里 每次停到红绿灯 隔壁嘿嘿嘿 你车子着火了 我就看你没看到啊 嗯啊你别命嗯 那是香啊 经过隧道啊 撒米撒水 隧道里面鬼啊 众神最多了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走到哪里撒几颗米 念一下 嗯啊哦 就撒出去了 佛陀说七颗米 对你人类来讲是米 对那些孤魂野鬼 对麻雀来讲那是黄金 特别你给他念过咒语 变成甘露了 念一下 吃即解脱 喝即解脱 听即解脱 见即解脱 整部车子我贴满了咒语 叫经过都解脱 那个轮子在转 你看贴个欧巴里面 我转不完 四轮的 所有的咒语都啪啪啪啪啪 比我还认真 车子放出来的冷气水 都是甘露水 因为只要你有一个悲心 你知道众生苦 所以你开过的路 就不会发生车祸 这样有没有功德啊 因为你的悲心 你走到哪里 挥挥旗子 甚至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带来啊 发给各位旗子最好啊 老公开车 然后你就窗户了 我这样 昨天我去911 这样一直拿着跑 对不对 只要有市场灾难的地方 我都拿去上回去澳门 故意走错地方 走到人家casino的地方 以前是我造业的 现在是我服务的地方 去去去去去 挥一挥啊 希望他们各个发财啊 什么发财 不赌就发财了 升起他们的悲心啊 所以我想各位 来 金凡飘动 金凡飘动 幽谷生乡 曹州有一个大风祖师 歹红周书啊 对不对 曹州 他就是转金凡超度所有孤魂野鬼 因为这里面就是经典啊 咒语啊 所以呢 西藏人特别会挂在最高的山上 叫风马骑 经过的众生都超度了 所以你用各种的方法 用布可以 用声音也可以 用转经轮可以 我这里面多少咒语你猜不出来 这里面是用现在最好的科技 这种胶片 几百万的咒语在这里面 一转一变 就几百万的观音菩萨化身了 而且用的是最轻的木头 这个适合女人拿 最轻的木头 然后呢 弄得漂亮的咒语 然后呢 走到哪里 你在街上走 谁都会看你 念下来 见即解脱 见即解脱 对啦 而且你在转的时候 所有的恶业都吸进来 这是观音菩萨发的愿 你只要念我的经典 转我的咒轮 所有的恶业它从中间吸进来 所有的观音菩萨的功德 从这旁边的光散出去 这样 这样你是不是在空气滤镜记 你把五浊二世给净化 把诸佛菩萨的功德放光给众生 所以中国人是把经典放在那里 我们叫转经轮 西藏人叫转奏轮 不一样了 我们是以经典为主 所以弥勒菩萨很多古老的寺庙 是会把整部大藏经 放在大殿的旁边 然后转个轮子 大家进来就绕 绕 特别老菩萨绕一绕 你可以再读大藏经的意思 好 各位呢 这个转经轮的功德呢 我要带各位念一下 我就希望229页 那各位两个人看一本 如果你没看没关系 听一下 只要你有相信就好了 把佛菩萨的佛号 经典 咒语 形象 刻在石头上 刻在 印在布上 纸上都可以 然后令所有众生都同享功德 这个力量很大 那各位现在我们把它印成这么小支的 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带在身上方不方便 像你们拿了那个黄色的就跟我这个一样 这里面有刚刚所有念的燕贡的仪轨在里面 燕贡的仪轨 白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另外一种黄色的是大随求经 大随求柱 所以大家念一下229页 然后你听一下 然后用什么做都没关系 只要能够用你的嘴巴做最好 因为你嘴巴在念经 你在持咒 但是用你的心来转动法轮 你说我手上都没有经轮都没有法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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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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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样观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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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屠宅场的地方给它贴个咒语 所以你要用什么方法 所以我们把咒语印成隐形的一样 但是亮亮的 贴的看不见 但是咒语在这上面 那这个都是佛经说的 特别楞严经 楞严咒 各位你要带着楞严咒 所以我们印的很小 然后呢希望大家身上带着楞严咒 带着金刚经 用这个方便来帮助众生 来 两百二十九页 我们列一下 转经轮 转经凡的功德 一 列一下 整个经轮象征佛之三生的正量与事业 它是最崇高卫护 它斩断六道轮回的头身 它清净三种种状况 转动经轮的清净力量 甚至胜过持咒本身 其利益也更巨大 二 金轮分为地水火风四种 其利益之一极 是体现十方诸佛菩萨的所有事业 为了利益众生 诸佛菩萨化现金轮中 清净所有的恶业和脏壁 使我们在正物道上有所了悟 三 在建造金轮的地区 不只是人 也包括昏虫在内的一切众生 都免于堕入下山道 而投身于天道 人道或佛之净土 使至于水金轮 当水碰触金轮时即受到加持 当水进入海洋或湖泊时 便吸带了金轮的力量 能净化水域中数十亿的动物和昆虫 五 或金轮是借由蜡烛或电灯所产生的热气而转动 五 金轮散发光芒可净化其所造出到的众生的恶业 六 风金轮也是如此 接触到金轮的风 获得金轮的加持后具有力量 可以净化受到摧浮的任何众生的恶业和脏壁 七 人们转金轮一次其利益等同阅读佛教论障一次 转金轮两次其利益等同阅读世尊所有的教法 转金轮三次将清净深羽翼的污染 转金轮十次其蓝屋即使大量如虚弥山也都将清净 八 转金轮所获得的现前大利益 四 将免于所有的头痛和瘟疫 将驱除所有的邪灵和邪恶的敌对力量 将摧毁懒污 将摧毁邪灵和干扰者的力量 四天王和十方护法将在四面八方保护转法轮者 因此之故转法轮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 九 转法轮所获得的究竟大利益是 清净五五尖锥 十不善业 以及所有导致人们堕入下三道之二业 人们将从佛之净土行至另一个净土 一旦人们在净土的灵心中出生 十方一切诸佛的事业将扩及十方 十 供养金轮实证来转动法轮的功德 等同执送无量赤的咒语 十一 供养金轮顶端的精致源头之功德 在数节之内将圆满积聚财富 十二 借由崇敬金轮的功德 将拥有美好的家庭与聪明清晰的心灵 十三 供养金轮珍宝实的功德 人们将拥有圆满的财物达速节之久 十四 供养伟大的轮及其他金藏轮 各种不同的宝石 例如金 银 绿松石 珊瑚 珍珠等 将享有大量的珍宝 且会不断地拥有珍贵的饰品 好 各位有福报读到 那你已经相信了 只是各种形式 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 像这里面就有十二个金轮 包括佛陀的 要是佛的 阿弥陀佛的 准提咒 大悲咒等等 那各位可以把这张带在身上 那这个设计有什么好处 你把它放在水里面拆开 它会直接沉到水底里面去 那那个水就可以得到金轮的功德 用过水的乃至那些鱼喝到水的动物 他们就会脱离三个岛 各位也可以把这个金帆 那直接放在你这个水里面 放一瓶水 那里面就有十二个金轮的功德在布施 那另外大片的是大水求咒 所以满世间的财富名望地位 而最后不但脱离善恶到 往生净土的大水求咒 那用各种的方法都可以把金轮 古时候是磕在石头上 现在的磕技 这个放一千年都不会坏的 因为它是金属做的 但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可能要先拿下来 本来会逼 但是它不会坏 但是它会沉入水里面去 那当然也会把昨天送了 今天再送 这叫守经轮 你挂在手上等于在转动经轮 重点是你要有个悲心 这个力量就大一点 因为戴在你手上 你的脉搏一直在跳 然后这些 这一个就有六个咒语 因为接触到你的身体 那你的身体 所以佛陀说 你在身体摆一个金轮 哪怕最简单的 你每一个细胞都是 谁跟你讲话 谁经过你身边 谁听过你声音 哪还是别人踏到你的影子 都得到的加持 所以各位现在最多的就是用手机 所以你手机一定要贴一个 手机一响一拿起来 手机也在利益众生 这叫佛教的意思是说 把不清净的透过佛法都可以转为清净 就像我们出家人还没有学佛以前 烧到一望酒 学了佛了 变成功德了 变成父母的功德 所以一块布你可以拿去做漂亮的衣服 但是可以把这个布印成金凡 对不对 去利益众生 一杯水你可以拿当作酒 去泡酒 那这个水念甘露咒 大杯咒 药师咒 大垂球咒 那这个水可以变成甘露 米也一样 饼干也一样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各位 学佛是不执着世间的一切 但是你要转化世间的一切 变成功德 就像这些饼干 我们今天念完了大家加持 如果够一人拿一包回家好不好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工人 让你的亲戚朋友 他不是佛教徒 让他吃极解脱 这个要假 这个方便 所以我想特别在美国地区 这边佛教徒不多 大部分都是其他宗教 但是不分宗教 任何的众生只要死了 如果他成为中阴神跟鬼道 他第一个要求的就是食物 来自食物的味道 所以对他们来讲 食物就是宗教 药物就是病苦人的宗教 有这个意思 所以韩国有个元晓大师很出名 元晓大师很精进的 他跟一位老禅师在修行 有一天有一个老禅师 去外面回来 有一只狗被打伤了 快饿死了 然后老禅师给他放在前面念念经 突然就跟元晓说 元晓 这只狗 你帮忙助念助念 我看他快往生了 我要去买一点东西 元晓就很认真 一直为那只狗说法念经 念经念了老半天 狗死了 他也不知道狗死的到哪里去了 后来那个老禅师回来 拿着面包 饼干 牛奶 就放在那只狗面前 老禅师 老禅师说超度了 他在等这个东西 食物才是他最好的经典 因为狗在追求食物的 你给他食物以后再给他念佛 那这狗就欢喜了 所以我想你给你一个女人 一颗钻石他就超度了了解吗 就不用跟他讲太多了 所以同样的这些众生 那天人什么叫升天 他们喜欢欲望 透过佛法加持的甘露食物 他们喜欢吃 所以每次在这种食食法会 无则法会 燕共法会 天神都会降临 地方神明我们刚刚都有念了 土地龙神 山神树神 虚空诸神 同享功德 希望大家发起这个大心叫无量心 空性的目的 而不是一种虚幻的 一种消极的空性 万法都是消极的 不起贪嗔痴就算了 那还是个人的 我们的空性是万法都没有单独存在 万法都互相有关系 互相为助缘 万法都是互相依赖了 就像各位现在会玩电脑 电脑的世界就是万法合为一体的世界 动一根则动全身 你进入网络世界 它是绵绵蜜蜜蜜的互相构造在一起的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不要有个人主义 如果你要图显你的有钱 图显你的知名度 图显你的外表 那你是很辛苦的 我们只要让自己无我 融入于这个万法 融入于整个世界 然后呢 让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存在更好 就像臭的地方出一朵莲花 莲花可以帮助那个地方进我 所以我想我们的空性是了解 念一架来 世界以我合为一体 众生跟我合为一体 心佛众生 一切世界 三无差别 合为一体 所以 刚刚讲的 用地水火风 用火去做经典 现在人底下点个灯 上面在转经轮 对不对 用你的嘴巴 用纸 用石头 用水 用声音 然后我们用这些鼓 用各种灵气的声音 目的呢 这个不是卖冰淇淋 因为我们在念咒 我们在念超度的 我们在替它消灾 所以同样一个声音 那这上面刻了多少的经文跟咒点 我这一支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多少的祖师摇过一个灵 所以那我才有机会拿到 因为我有这个信心 哎呀 超这个 这个力量很大的 可以去利益众生 念一下 听闻得解脱 所以要用各种的方法 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学佛最主要的 念一下 从今以后 不伤害任何众生 这个佛陀叫慈戒 慈戒就是你不去伤害众生 你永远不会堕落而到 至少来世升天 所以只要伤害众生的行为 不是说光五戒 今天我们各位在做生意 你做这个生意 可以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你卖老鼠药 但是我们像各位很多开餐厅 如果你现在赚钱了 慢慢改吧 对不对 改成素食餐厅 不然至少每天把这些咒语贴在厨房 好不好 这些咒轮让你厨师给带着 他们叫端极解脱 他端在手上 接触到他的手这个盘子 这些厨师在抓这只鸡在杀 在抓那些龙虾 那你把它贴在那边 这个光会照着他 所以这个光 只要它灯打开 这个光 佛经有说 一个众生快死了 你把咒轮的光拿起来 让它照得到 它就脱离上二道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贴在高的地方 这个是让它挂在手上 如果你家很方便 你把你的咒轮就挂在有风的地方 冷气吹出来的地方 那就你要利用这些所有的目的 就是要净化这个世界 但是净化世界从哪里开始来 净化我们的心 所以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内心里面没有伤害别人的心 内心里面没有污染的心 什么叫污染的心 你也讲贪嗔吃三毒 三毒烦恼 五毒烦恼 各种烦恼 傲慢 嫉妒 这些会伤害你 因为一切为新造 你内心只要有贪嗔吃三毒 那你的身体嘴巴心态 当下就会造恶业 身体会杀生偷盗习淫 嘴巴会骗人 骂人 说是非 讲妄语 内心又谦谈称慧 邪见 那你就一直在造恶业 所以有烦恼就会造恶业 有造恶业就会轮回受苦 最可怕的是堕落三恶岛 我们投胎做人 虽然又痛苦又快乐 但是至少有这个痛苦 你才会想要解脱 如果纯粹是天界的快乐 那你就会忘了痛苦 一直享受那个快乐 快乐享受完了 天界的福报完了 就直接堕落第一轨道 很可怜的 那如果你是阿修罗道 什么叫阿修罗道 很有福报 但是很喜欢竞争 很喜欢骂人 很喜欢赢过别人 这个叫阿修罗道 所以人有很多阿修罗道 如果你这辈子很喜欢布施 很会做好事 但是脾气不好 喜欢赢过别人 你死了以后就会变成阿修罗 那阿修罗你就 阿修罗的女人是美得要命 这样 为什么 因为天天跟人家比你美 我要比你更美 阿修罗的男人身上都是武器 各种的权力斗争 过得很不快乐 叫阿修罗道 天道就没有了 天道的女人没有嫉妒心 没有比较心 他们是享受那种欲界的快乐 社界的快乐 这个叫天道 但是无论如何 天道阿修罗道 毕竟还在轮回 所以各位要去思维 在悲策 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痛苦轮回 这个就是生命的道理 那你越痛苦 又没有天文佛法 那你就越烦恼 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越造业 然后又受苦 然后就不断的生死轮回 那这一点 佛陀这个经伦的意思是说 当你一接触经伦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子生死轮回 你就会还灭生死 你就会开始得到佛的加持 就像看到光明了 你就不会想要去走黑暗了 慢慢他就有接触佛法的机会 所以佛陀要我们走到那里 替人家念佛 诵经持咒 希望所有众生能够种的 这些解脱成佛的因缘 另外还要送给各位一个 念下来 布施蚂蚁的功德 以前有没有读过 这个一定要读 布施蚂蚁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里面故事很多的 那连小小的一只蚂蚁都有无量的功德 那何况这些乌鸦 松鼠 鱼 有形众生都得到了 何况这无形更苦的众生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念破地狱咒 为什么 地狱我们下不去 但是咒语可以把地狱打破 而且所有的破地狱咒都会印在钟上面 寺庙都有大钟 因为一敲 就叫离地狱出火坑 让这些地狱道 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 灵的声音 钟的声音 打破地狱 用各种的方法 再一个是 缅甸传统佛教文化 我记得以前分过 那各位 希望老公不要有外遇 怎么办 送枕头给红卢法师睡 给出家人睡 然后呢 你的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 就很简单 妈妈植物人已经睡在老人院 你真希望他赶快舍抱 缅甸佛教呢 用田饭供养佛 妈妈就可以提早脱离植物人的痛苦 所以做生意要发财怎么办 那找一些稻谷 空壳子的骨 塞好整罐满满 塞在你的公司柜子里面 这样可以发财 或是外面放个镜子 或是在门口挂个金凡 这个都是传统缅甸佛教传下来的 我们到缅甸去收集了一段时间 把它印成一份一份的 但是各位呢 你要多看 告诉别人方法 如果你脑部要开刀 脑冲血 中风 你怕这个 种椰子树一棵在寺庙就OK了 那如果没办法 买椰子供佛也可以 那减少脑部开刀 所以那这里面写得很好 那这是都有实证的 那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 所以 再来最后 我们要发一杯水米给各位 各位我们赶快念一下 念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来供养寺庙好不好 大家都成为 妙觉山 护国寺 见世功德主 把你名字用铜牌贴在墙壁上 以后你来孙子 那是我阿嬷 对不对 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有钱 阿嬷做布施了 阿嬷现在要么就在 妙觉寺的空中做神 或是在净土去了 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永恒的事业 因为寺庙不是个人的 寺庙是大家的 好不好 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特别很多都是从纽约来的 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 纽约的菩萨 特别我们华人 都可以来供修 下回如果福报够 开个店给西方人 meditation 因为地方大吧 像你要带你儿子来参加儿童营 好不好 让小孩子从小能够接触这种 道德文化 佛教文化 那现在发给各位那杯水 你不要喝阿 那里面是甘露水 七颗甘露蜜 然后我们要念 请翻到21页 所以我把刚刚的话讲完 我们希望大家 扭下来 守持戒律 守持戒律 常行不失 常行不失 互持三宝 互持三宝 帮助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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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够如此呢 那现世有福报 来世有福报 当然这个戒律 包括孝顺父母 照顾家庭 爱护国家 这都是我们的戒律 那进一步呢 多帮助贫穷者 这些孤魂野鬼 做做私食啊 那你有助人跟升天的快乐 进一步要追求什么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那解脱轮回 各位叫消灭贪嗔痴 那消灭贪嗔痴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念一下 思维空性 因无所住 你有佛教的智慧 了解万法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 好起心动念的 今天有个小男生 找你谈恋爱 哇 好甜啊 他在骗你 那个浪漫好甜啊 哎哟 你又中毒了 你要色受想行 这个感受也是空性 你干嘛去执着这个感受呢 所以各位要把身体的 包括心灵的看清楚 不要去执着这些 最好的方法 思维空性 乃至呢 外表上持戒 修禅定 思维叫戒定慧 然后这样去灭谈诚痴 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佛教的根本目的呢 是要念一下 成佛度众生 成佛度众生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慈戒 我们今天慈树啊 没有做坏事啊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布施啊 但是我们做不是为了 一个个人的人天福报 乃至个人的解脱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解脱 但大乘佛教直接切入空性 没有一个我好受苦 但是重点在于大悲心 为众生善供 为众生下施 希望众生都跟我们一样 成佛度众生 那佛教不分 就不离开这三个修行 念一下 信因果 信因果 求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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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佛道 成佛道 那就是这样 信因果你叫守五戒十善 刚刚讲的慈戒布施 求解脱 那各位叫施为空性 断餐成痴 那以这个做基本 以这个做基本 去发大悲菩提心 追求成佛之道 不施不再是为了人天福报 不施是为了利益众生 不施是为了断除自己 对金钱欲望的执着 所以同样一个人在不施 心态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 以一个菩提心来不施 同样在慈戒 慈戒不是让我 不会堕落三恶道而升天 慈戒呢 希望我从今天开始来 不伤害任何友情 不伤害任何友情 你怎么伤害我 怎么骗我 怎么样侮辱我 我都不想报复你 各位要修到这样 你要决定要这样做 我慈戒就是一种非暴力 不管今天你把我杀了 只是杀掉我一个幻化的肉体 成就我的功德 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杀 所以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就算你投胎做一只蛇 投胎做一只狮子 你也都是吃素的 因为你不想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个叫慈戒 然后用慈戒 让别人来相信你 以慈戒的福报 来供养给众生 所以这个为了要慈悲众生成佛道 那各位叫十戒 念一下六度波罗蜜 以 来念一下 以菩提心 以大悲心 以空性的正见 实践不思 消除千贪 实践持戒 消除伤害 修行忍辱 断除称慧 修行精进 断除懈怠 断除泄满 修行禅定 断除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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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智慧 断除我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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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自利利他的六度波罗蜜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菩提心 念一下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上平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早得成就佛道 早得成就佛道 回向说 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以苦得乐 以苦得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用这种心态来修行 而且这个心态 不是你死了以后 那往生也不是你死了以后 菩提心是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的 佛性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性 那你只要把握如何发菩提心 那你就抓到你的佛性了 你用佛性 当下就在净土了 当下就脱离轮回了 但是我们这个虚假的这个身体 那就像木鱼敲酒也会坏 只利用它好好的来解善缘 好好的来引导众生 所以我想佛教是一种当下的修行 你要当下一心念佛 当下一心持重 那华音经告诉我们 念一下 不离菩提心 广修诸行 乃至用菩提心来生活 吃饭 穿衣服 走路 开车 都是用菩提心 开车的时候 当愿所有众生开车平安 每个人都走路了八正道 菩萨道 因为他们在开车 到了这样的目标 也愿意路旁边的花草树木 都像佛的净土一样 你对他们慈悲 刚刚讲的撒干路 在车上放大悲咒也可以 对不对 大悲咒的声音 透过你开车的声音 乃至你身上带了这么多咒轮 你要光想发光 发光 就像一个女孩子穿了这个 穿了很多黄金珠宝 就是要给人看的 对不对 插了这么多香水 就要给人家闻的 那我们身上带了这些咒语 带这些念珠 就是要发挥他那个效果 利益众生的 所以感谢身体这个法器 但是不要执着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 毕竟会老 会病 会死的 正常的 而且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有些活到六十岁就想死 有些回到五十岁 姻缘就到了 个人个人的姻缘吧 那是当下最重要的 好 现在最重要了 大家跟我念 一心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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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接引众生 接引众生 观音四字 观音四字 引导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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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成老和尚 洗成老和尚 历代祖师慈悲 历代祖师慈悲 引导亡魂众生 引导亡魂众生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怨父母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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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流产胎儿 六道友情 六道友情 信愿往生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随我念佛 随我念佛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有之事 免着 优优幻 新殿大明讲堂祝福大家 牛来运转 暑期全校 一群老祖 我太平安 新尊吉祥 阿弥陀佛 首届护生脱纳 刘牧匠常年在外工作赚钱 举凡家里装修 店面装潢 只要关于木工类的工程 他都可以胜任接下来乘坐的 刘师傅 您好 你做的木工品质果然精致又漂亮 上次你帮我家里装潢的 真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老板 我这么点手艺 就靠这小功夫来吃饭度日的了 刘师傅 你谦虚了 对了 前几天 我的一个朋友 希望我帮忙找位木匠师傅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做呢 老板能帮我介绍生意 正求之不得 怎么会没有兴趣呢 不过这个客户 有些特别的要求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啊 哦 那位客户 是不是对制作的家具 要求很严格啊 老板 我的手艺你也看到了 应该能得到他的认可吧 这位客户 对制作的东西是否精美结实 并不是摆在第一位 他看中的 是你们这些木匠的品德 哦 看中我们木匠的品德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这位朋友 是一位学佛的人 他这次受师父之托 要找几位木匠师傅 去修缮寺庙里的一些木器 因为是去寺庙工作 所以希望木匠师傅 不要在寺庙里吃肉 抽烟 喝酒 更不能在这段时间里进行杀生 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是木匠又不是屠夫 哪里会杀生啊 所以只要不在寺庙里 吃肉抽烟喝酒 不就可以了 这并不难啊 既然陈师傅认为自己能做到 那我就把你介绍去了 老板 那就先谢谢你了 就这样 由木匠和其他两位木匠师傅 一起来到了寺庙 开始对里面的器具 小心翼翼地进行维护修理 天气好热啊 如果能喝一瓶冰镇的啤酒 该有多好啊 是啊 不如我们偷偷出去 买几瓶啤酒回来喝吧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不是已经答应 不能喝酒抽烟吃肉吗 是啊 我们可都是答应过了 没有办法 只能暂且忍着了 哎呀 是什么东西 掉到我身上呢 啊 竟然是鸟屎 可恶的鸟 看我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 好了 你打不中它们的 何必要跟这些鸟过不去呢 原本心情就不好 它还往我头上拉屎 不行 就算打不到它们 我也要爬上去 把它们的鸟窝给拆了 哎呀 这位施主 你是要做什么呢 快下来 师父来了 师父来了又怎么样 哼 我没有吃肉喝酒 只是要教训一下那几只鸟 这有什么错吗 这位师父听完大家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后 便开始对众人讲起了互生放生和因果报应的一些事例 救生互生可是极大的善业 所以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善举 时间久了自然会得到福报的 现在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 曾经在一个村子里 有一位邱阿伯曾经救助过一群麻雀 后来有一天清早 那群麻雀在他家院子里不停地叫着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一大早的就飞来了那么多麻雀 吵得我都睡不好觉了 是啊 今天这些麻雀是怎么了 快出去把他们赶走吧 实在是太吵了 好 我这就把他们赶走 这些麻雀今天真是太奇怪了 哎呀 你们这些家伙今天是怎么了 快闪开 快闪开啊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也要一起去帮忙 邱阿伯的妻子飞快地朝屋外跑了出去 然后在院子里和邱阿伯一起驱赶麻雀 就在这时候 邱阿伯家的屋子突然轰然倒塌 院子里 邱阿伯和妻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倒塌的房屋 此时那群麻雀也四散飞走 正因为邱阿伯平日里救护过这些麻雀 所以这些麻雀在发现邱阿伯家年久时修的乌梁出现问题时 用这种方法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 真的会有这种事情吗 就是嘛 这应该只是一个劝人向善的故事吧 现实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并不是故事 这样的势力其实有很多的 过去我也经常听我母亲说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杀生遭恶果 放生得福报 所以就像师父说的那样 我应该多做一些善事才对 寺庙里蚊虫很多 而且还有老鼠出没 几位木匠深受其扰 于是决定买一些蚊虫药 老鼠药来对付他们 师主 你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买回来一些灭蚊虫和老鼠药 阿弥陀佛 你们是想要杀害这些蚊虫吗 师父 我们要消灭的是那些蚊虫 老鼠 难道这也算杀生吗 当然了 他们也是有生命的 夺取他们的生命就是杀生 师父 他们可是害虫 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些惩罚 所谓的害虫 那都是人们将自己的观念 强加在了他们身上 其实 他们也是知道 惜命感恩的 请将你们手里的这些东西给我吧 请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爱护他们 那就是行善积德 必将得到福报的 这些出家学佛的人真是奇怪 竟然连蚊虫和老鼠都要保护 真是搞不懂 可不是嘛 要不是之前签了合约 我绝不过让他将这些东西拿走 看来我们得想点别的办法 来对付那些蚊虫和老鼠了 就是嘛 还说什么放生会得到福报 我们没有杀掉那些蚊虫老鼠 他们就会来咬我们 偷吃我们的东西 这哪里是得到福报呢 不过 仔细想想师父说的 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这么肆意夺取他们的生命 也真的是有点过分了 你说什么 你不会是被师父给洗脑了吧 就是嘛 你不会真的相信什么 因果福报之类的话了吧 那些动物报恩的故事 都是编造出来的 我可不信 真的会有动物报恩 随着在寺庙里工作的时间 越来越长 刘牧将耳濡目染很多师父和学佛者 慈悲放生的势力 渐渐的他也开始做一些 放生护生的事情 山林里 刘牧将在放生一些飞鸟 他看着鸟儿欢快地飞到空中 脸上露出了笑容 真是太可恶了 要是让我抓到了 非把他们扔进水里淹死不可 怎么了 谁又惹你生气了 你看吧 我刚买的一件新衣服 竟然被老鼠咬了这么一个大洞 那些老鼠真是可恶至极 就不要让我抓到他们 若是真的被我抓到了 我绝不会轻饶的 是啊 我们得想个办法 对付他们 我们又不能用老鼠药 独鼠夹 这样要用什么方式对付他们呢 我们应该在这个屋子里 仔细彻底地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将他赶出去 不能只有赶走 那样做真是太便宜他们了 要是被我发现他们 我就将他们丢进河里 统统淹死 虽然他们咬破了你的衣服 可是也不至于让他们偿命啊 我看你现在真的越来越像 那些学佛的人了 对待老鼠还这么仁慈 难道你真的认为你帮助了他们 他们就会报恩吗 我并不奢求他们会报恩 只是不想他们丢掉性命而已 我可没你那么慈悲心肠 要是让我看到那些可恶的老鼠 我会让他们统统死掉的 哎呦 你何必和那些小老鼠斗气呀 这里的工作我们也快做完了 我看还是算了吧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明天我们要修缮这栋屋子了 修完这栋屋子 那就可以拿到工钱了 正好趁着修缮这栋屋子的时候 我好好找找那只可恶的老鼠 临走之前我非得报仇不可 唉 这天晚上 大家正在熟睡 突然 刘木匠听到了一阵细微的声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屋子里行走 什么声音 不会是老鼠吧 怎么会是 这是老鼠 怎么会从那里钻出来啊 里面不会还有老鼠吧 终于 刘木匠发现了声音的来源 在柜子底部的缝隙里 竟然有一窝 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老鼠 哎呀 原来是一窝小老鼠啊 你们的妈妈可真是大胆 竟然将你们养在这里 你们知道吗 有人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哎呀 要是被他发现了你们 那可就惨了 明天 我们就要修缮这栋屋子了 你们不能在这里安家了 会被发现的 若真的被发现 那样可就危险了 还是让我 带你们去个安全的地方吧 刘木匠找来一个纸盒 然后 将这窝小老鼠 放在了盒子里 并端到了屋子外面 准备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放置起来 该把他们放哪里好了 哎呀 什么声音 天哪 怎么会这样 由于年久失效 这栋屋子倒塌了 里面的那两位木匠 也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只要走出来的流木匠 毫发无损 啊 啊 因果真是存在啊 如果 我没有将他们带出来 那 我肯定也会受伤的 真不知道 究竟是我在救小老鼠 还是小老鼠在救我 你只会的 我才有自卑的生命 生命电视 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 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